女人走进一幢有问题的房子 看到其中一个房间的门上装着好几个大插销 房间里还传出了一种明显不是人类所能发出的声音 女人喊了几声 但里面并没有人回应 她拽开门上的插销准备进去一探究竟 屋子里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恶丑 女人顺着楼梯来到楼上 看到了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 这时候一个怪异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将她狠狠的摔在了地板上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路魔》 炮灰叔和搭档正在坑道里制造违禁品 这时候一种恐怖的声音从坑道里传来 两人急忙拿着武器墙往查看 发出声音的物种显然不是善累 两人刚打算逃跑不平生物就扑了过来 惨叫声顺着坑道就传到了外边 正在车里等炮灰叔的小正带听到声音后走到了门口 大声呼喊着老爸的名字 但坑道里根本没有回应 于是小正带继续往漆黑的坑道伸出走去 转眼三个星期过去了 女主刚从外地回到老家 目前是当地学校的一名小学教师 男主卢卡斯是炮灰叔的大儿子 也是小正带的哥哥 卢卡斯在课堂上完全不听讲 只是自顾自的画着一些暗黑气的画 放学后卢卡斯独自背着书包回家 途中他遇到了一只正在迷失的大鸟 他捡起一块石头砸死了鸟 然后拎着回家了 卢卡斯在一间装着三把大插销的门口听了听 里面似乎关着不寻常的东西 由于刚回到老家 女主目前和弟弟住在一起 女主那个刚刚去世的老爸是个变态狂 他和弟弟小时候可没少受老爸的虐待 卢卡斯的老妈几年前去世了 他老爸炮灰叔和弟弟小正带也没了消息 家里目前就剩下的一个人了 课堂上卢卡斯讲了一个非常黑暗恐怖的故事 女主听完之后感觉这里面肯定是有事了 放学之后 卢卡斯跟经常欺负他的同学发生了冲突 校一经过检查 发现卢卡斯身上有很多的伤痕 女主怀疑孩子受到了虐待 他翻阅了卢卡斯的弹案 了解到卢卡斯的老妈已经去世 目前他跟老爸和弟弟生活在一起 他按照上面的号码往卢卡斯家打了一电话 但那头始终没有人接听 为了了解卢卡斯家里的情况 女主一路跟着卢卡斯来到一冷饮店 他请卢卡斯吃了冰激凌 希望能从孩子嘴里听到一些实话 但卢卡斯非常的警觉 对于家里的事一点都不肯透露 女主无奈只好开车提前来到了卢卡斯家 打算跟卢卡斯的老爸谈谈 可刚走到门口 他就嗅到了一丝不祥之气 而且还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女主意识到此地不可久留 急忙开车跑了 他找出卢卡斯撕碎的一张画拼接好 看到了一个在血盆大口中的孩子 晚上卢卡斯端着切好的碎肉 来到楼上的那个房间 让已经便衣的老爸和弟弟进食 然后重新从外面把门给锁好了 查不出任何的线索 女主只好向当警长的弟弟 打听卢卡斯家里的情况 并说卢卡斯家里很不正常 但他的话并没有引起弟弟的重视 女主在卢卡斯的客桌里找到了一些图画 他把这件事及时汇报给了校长 认为卢卡斯极有可能正在遭受家暴 为了给老爸和弟弟寻找食物 卢卡斯到森林里设置陷阱 这时候才看到了不远处的老警长 正盯着炮灰书那个搭档的尸体愣愣的看着 法医经过检验 发现尸体上的齿痕并不是什么野兽留下了 而是人类的牙齿 晚上卢卡斯来到楼上 给弟弟带了一些小食品 但小正太吃了这些小食品后 马上就产生了强烈的反应 为了搞清楚卢卡斯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校长亲自开车来到了卢卡斯家 他上到二楼 听到从那个装了好几个插销的房间里传出异响 他打开房门走进去 看到了脏兮兮的小正太 这时候卢卡斯的老袜突然从后面窜了出来 二话不说就把校长给咬死了 不仅如此 一个怪物突然从炮灰书的体内破壳而出了 卢卡斯放学之后走在回家的路上 遭遇了经常欺负他的男同学 这时候一只长满了鹿角的怪物出现了 一个恶狗扑式就把男同学嚼巴嚼巴给吃了 卢卡斯一溜烟跑到家门口 看到了校长的汽车 他意识到很可能是出事了 来到楼上一看 果然发现地板墙壁上到处都是鲜血 为了掩人耳目 卢卡斯急忙把校长的车给盖住 并连夜清理掉了家里的血迹 而与此同时 警长也接到了校长老公的报警 说自己的结发妻子失踪 女主一听是大吃了一惊 因为是他要求校长到卢卡斯家里做家访的 警长带着手下来到卢卡斯家 虽然他们察觉到了一些异常 但没有搜查令 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第二天警方又接到了卢卡斯 那个男同学失踪的报案 警长倒是不着急 那意思是说再等等看 女主早就对弟弟的官僚作风看不顺眼 什么搜查令不搜查令 对他来说根本就不管用 女主开车来到卢卡斯家 一眼就看到了校长的汽车 警方很快赶到了卢卡斯家 不仅看到了已经惨死的校长的尸体 还发现了炮灰书那副空空的去笑 严重营养不良的卢卡斯被送进了医院 善良的女主决定先把卢卡斯带回家照顾 那么卢卡斯的老爸炮灰书 和他弟弟小正太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原来刚开始炮灰书和搭档 在坑道里遭遇了怪兽之后 炮灰书被怪兽给感染了 而他的搭档当场就被咬死 小正太进入坑道 寻找老爸的时候 也被怪物给感染了 炮灰书趁着自己的意识还清醒 在房间的门上安装了几个大插销 叮嘱卢卡斯必须把他和小正太关在屋子里 为了搞清楚卢卡斯一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主和弟弟找到了老警长 老警长讲述了一个历史悠久的传说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专门吞噬人类的邪魔 他经常在森林里寻找猎物 而且永远吃不饱 而对付邪魔的办法 只有刺中他的心脏才行 其他办法都不理 警方终于发现了卢卡斯男同学的尸体 但科学办案的警长 依然不相信有怪兽的存在 晚上女主把卢卡斯接到了自己家 为了安全起见 警长让一名警官在门口守着以防不蹭 已经变成怪兽的炮灰书 浑着味就杀到 听到动静的警官急忙四周查看 在工具房发现了躲在箱子里的小正太 这哥们刚给警长汇报完情况 就被怪物的鹿角穿了个偷信凉 警长开着车随后也赶回了家 怪兽如法炮制 但鉴于警长的腕太大没敢下死手 不过就这也把警长给揍得不轻 怪兽带着小正太逃往坑道 卢卡斯也趁机跑出去 跟自己的老爸弟弟会合 女主单枪匹马杀进了坑道 不知道是剧组的经费不足了 还是实在找不来援兵了 女主凭借主角光环 居然以一己之力 轻松的把怪兽给干掉 杀了怪兽之后 女主一扭头又看到了 将要变异的小正太 本着斩草要除根的原则 女主又把小正太给杀了 影片的最后 遭到怪兽重创的警长被感染了 这也似乎意味着 故事仍没有结束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战无不胜大魔怪 千百年来把人害 主角只要一登场 马上融为一盘赛